我是宜峰 我在华南植物园已经40多年了 专门从事植物科学化绘画 我是华南植物园的陈仲义 从1965年就分配到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我们俩 一个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 一个从事植物科学绘画 植物科学家和植物画家 同样是为了探索植物界的原理和奥秘 正所谓是殊途而同归 我们用科学绘画的形式来表述 江木植物的研究成果 我组编了《丹青香河》 江木植物的是绘画 无论做什么工作 特别是我们画植物科学画的 要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 练好基本功 不要给予成名 不要做台花一线的风云人物 这就够了 一辈子就够了 我们画的那些东西不像人家想象 照着画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吗 把它煮开 一点点剥开 画之前首先要了解每一个种的特征 自己解破 高倍的放大镜底下 可以理解植物的生长状态 它又要拉丁文又要英文 语言越多越好 美术跟科学结合起来 这才叫植物科学 我们应该是用植物而接缘 因为我在大学学的就是生物系植物专业 余老师76年开始也转入了植物学的研究 48年前结婚的照片 那是没有产生教卷的 我自己着色的 出国两年基本上就靠写信啊 电话也没有 回国开展了细胞分类学的研究 培养了研究生 我给研究生上课 既然你是中科院的 为什么用这个灰呢 六大基本学科树立化 还有一个呢 天地生物 国家要我出去 主要是学好东西 回来再交给年轻的人 老一辈子做了很好的榜样 我们老时候让到国外去学习都回来 科学爱国都不是嘴巴讲的 有过一段时间 社会上流传读书无用论 刚出版的植物词不久 就被当作救赎出售了 当时这本书 金庄本三块一毛五 那么我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呢 一块钱 以前绘图的东西 算稿费的时候 几毛钱一张 现在大家也重视了 搞植物质 但是呢 绘图的这一批人怎么办 当时的绘图人员都不让署名了 画家最终还是要成名 但是我们这一行不整成名了 自己画了底稿 就是这幅原图这样的没有了 我们的画出版以后 给出版师们把它当废纸 卖给了被品收购债 我一个人懂行 一大批一款就拿走了 而且去拍卖了 这一幅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财产 把它当着宝贝一样存起来 这样才是一笔财富嘛 会图的有一百多人 但是很可惜这一百多人 没有多少个呢 那这个画种基本上就没有了 我不是想要卖出钱或者什么 起码有个机构 把一些画保存起来 收藏起来 一个种在1992年就采到了 挺好的一个种 花也很漂亮 这个也叫昼夜山家 陈珍珍高宫和我一起 订了一个新种 Alpinia Ragusa 当时有位研究员提出 会不会是由于病毒引起的 昼夜现象不予发表 就等一等 等一等 等了二十二年 我们又继续进行的实验观察 终于在2012年 在Nova上发表了这个新种 也可以高位 已经过去的 陈珍珍高级工程师 我们老所长 陈峰怀教授 经常跟我们会图人一样讲 要出三本书 木兰科的 江木的 江人花的 若干年以后 我们这一本 中国木兰终于出来了 第二本又过了十年 当千相合出来了 了了我们的心愿了 就剩下了 《兰科植物》一本书 我现在正在 为了出版这一本书 而努力 植物园的事业 包含了几代人的努力 老一辈人的功夫 允许发扬 我们寄予年轻人 要打好基础 让你们的专业 把我们这个 世界园林之母的 伟大祖国 建设得更加美好 希望这一次 世界园艺博览会 让更多的群众 认识更多的植物 热爱我们的园林 热爱我们的大自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